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她的心里有难途 她的时间不错误 一步一步 今天我们要把西西家结束 也要把整个南国犹大结束 在我们上次讲到西西家 有三件大经历 第一个就是14年来清除偶像 第二个就是胜过希腊基地 第三个在她得胜了以后 上帝突然要接她走了 她得了重病 这件事我们实在很难说 她做得对不对 就她求神不要让她死 要加添15年寿命 我想不一定错 最起码我们可以讲不一定错 因为我们说了 活下去也不是一件坏事情 只可惜西西家 她在这三件事都得胜了 就是她病也真的好了以后 她反而失败了 第一件事非常难 她的父亲留下烂贪子 那么多偶像 真是很难清除 花14年清除了 感谢主 第二个也很难 虽然不是花十几年 但是大军围绕 又受那么大的羞辱 结果居然神听了祷告 杀死了亚述的18万5千人 那也感谢主 第三个也很难 病得要死 这难不难吗 她真是活得很辛苦 但是神也医治 也好了 那她以后真的要好好享受了 可以好好的得胜了 在西西家这一辈子 再没有碰到什么难事了 可是她就是在 没有难事的时候 她失败了 在猎王记下第20章 当西西家病好了以后 我们不太确定 她什么时候生病的 因为她生病 大概是跟 有人说是 亚述围城的时候生病的 这我们不晓得 有人说是 亚述围城结束的时候生病的 圣经没有很清楚讲 我们就不知道 总之呢 可以说两件事是很近的 一个就是 亚述大军受到惨败 另外一个就是 西西家绝症得权益 这个引起国际的舞台注意 巴比伦也是一个强权 他跟亚述也是敌人 现在突然发现 亚述大军这么强大的军队 居然失败了 然后败在一个 从尔小国 犹大的手下 这怎么回事啊 然后这犹大国王重病 居然又好了 哦 本来犹大 本来西西家 真的在国际舞台 没人看中的 各位犹大这个国家 以色列真的很弱小 在世界舞台上 那个这个巴比伦 亚述托斯 还有还有这个之后的 这个罗马帝国 亚历山大 犹大地位都非常的小 我们现在觉得 犹太人很了不起 那是这一两个世纪的事情 他们在文化上很有成就 但是就军事 就文化法律上 那犹大地位非常低的 现在突然高强 因为亚述这个巨大的帝国 居然败在犹大的手中 这有点像 如果以色列败在阿富汗 败在伊拉克手中 那我们真是跌破远近了 不可能的是 当然美国也败在 越南的手中过 另外呢 在这么重的病下 知道必死 结果这个人居然好了 就是西西家 变成一个奇人 很被看重的人物 小国打败大国 重病得到痊愈 所以另外一个强国 巴比伦就来看了 这个来看了 西西家就骄傲了 骄傲就把一切 他的那个府库里的 武库里的一切的军器 还有所有的财宝 都给他们看 各位我想展示这些 也不是错误 所罗曼王也展示过 他的富裕 给四八女王和其他人看 展示不是错误 各位一切的事 错不错 看你的心 你展示这些 把荣耀归给上帝 那很好 你不展示这些 把荣耀归给上帝 也很好 你展示这些 荣耀归给自己 那就差了 所以人做什么 真的是看内心 我们常常反省 我们内心如何 真的在神的光照下 我真的也知道 自己站了不住 常常有的时候 宣教 讲道 服事 这内心并不是真的爱人 也不是要荣耀上帝 也就是不纯洁 常常都是自己的私利 有的时候要跟别人比 有的时候要把别人比下去 这实在是很不好 但是我们有 求主赦免 愿主的光 让我们里面是善良的 西西加这一次 他说他把一切的 包括经济部和国防部 都给人家看了 武库的军器和财宝 都给人家看 因为他要秀人家 我都棒 后来以赛亚就来责备他 你让人家看到了什么 我让人家看到了 我家一切的富裕 以赛亚就借着上帝的话 责备他 你这所有东西 都会被人家抢走 通通一样都不留 你的儿女也会被掳走 各位 西西加错在哪里 我想他错在一件事 所有的都给人家看 他没有让人家看到上帝 如果他让这些人 看到上帝就好了 所罗门也是让人 看到上帝了 他如果没有让人家 看到上帝 他人家看到他的富裕 又看到他的武器 那么这些巴比登使者 当然不是省油灯了 各位在国与国来往的时候 这些五官都不是省油灯 这些人都是间谍 即使在友好国家也是 要了解别人的商业军事的军机 他来这里看 如果他只是看到 武库里的东西和金子银子的话 那他们有两个结论 或者一个结论 一个就是 哇 这个国家金子还真不少 从所罗门所遗留下来 金子还真不少 虽然经过许多的灾难 还真不少 那可不可以抢呢 那要再看看 他的军事力量如何了 他不是把亚述打败了吗 然后再看看军事力量 烂透了 那结论就是 巴比伦结论就是什么 可以打 这个国家的金子可以抢 这个国家军事可以打 就是西西加展示一切 就是正好引狼入室 邀请人家来打他 可是如果西西加教人看到的是 上帝的话 那么 纵然巴比伦的使者 不会像斯巴尼王看到 所罗门以后就说 哦 哦 耶和华你的神真是真神啊 你的臣子能够听到 耶和华接着你说的话 真是有福的 纵然斯巴尼王 不会对上帝有这么大的亲近 纵然这些巴比伦使者 不会去亲近上帝 敬拜上帝 最起码不敢去打 犹大这个国家了 因为他们回去会跟王讲 哎 我们看这个国家真不能打 看他的武器烂透了 实在是怎么样想也想不通 亚述那么强大国家 会败在他的手下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他们就说了 是上帝保守他们的 他们所信靠的 耶和华保守他们 那王啊 我看这是真的 因为他们国家的军力 实在烂到极点 不可能打赢亚述的 但亚述明明被他们打败了 那他们讲的话 就是我们非听不可了 就是他们的上帝 让他们打胜了 上帝让他们打胜了 所以这个国家 不是靠着武器得胜 是上帝 因为亚述真的败了 不能打 最起码他们会这样讲 也许还会再多讲一点 他们怎么会这么强盛的 他们怎么这么富裕的 就是因为他们的神 让他们富裕 所以巴比伦 使者可能可以归向 约翰华 最起码可以不去打 犹大 如果西西家 让这些使臣看到 他们强盛 你就是上帝 各位 我们富裕 神让我们富裕 我们有学问 神让我们有学问 我们漂亮 神让我们漂亮 如果我们显出这些时候 爱线 而没有让人看到 这是上帝 没有让人看到 上帝的荣耀化 你的富裕叫人家来抢你 你的美貌叫人家来抢奸你 你的财宝叫人家来偷你 所有的好的照 最后会变成一个 人家伤害你的理由 弟兄姐妹 求主让我们谦卑 常常高举基督 好了 西西家 最后听到的是 以赛亚说 你会亡国 西西家还说了几句敬畏的话了 好吧 我活着的时候好就好了 这个话到底是自私还是敬畏 我们也很难说 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想我们也不追究 西西家之后 他的儿子 马达西子继续行恶 我们在耶利米书里面 我们在先知识都看到 人如果不是圣灵工作 所有的改革 所有的悔改 所有的除去偶像 如果心中的没有除去 再过几年又回来了 西西家之后 他的儿子又在做很多的偶像 然后到了 列王记下 二十二章 约西亚 这是犹大的最后一个好王了 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 他也修理圣殿 可是我们看到他修理圣殿 其实就是西西家所有的努力 看起来统统都失败了 就过一阵他们又固态父母了 当然也许在人类历史上就是这样 不管是清教徒 不管是路德 不管是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时候 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改革 常常改革 一个人改革 就让下面可以有三百年 两百年 一百年 或者几十年的平安 可是子孙不孝呢 再有那种单纯爱主的心 就越来越大 那么到约西亚王的时候 也是你看到后面的王都 那个西西家以后的王都不好 所以他又要重新除掉偶像 然后呢 上帝律法都被忘记 被丢掉了 在他整理圣殿的时候 因为圣殿很慌张 整理圣殿的时候 有人找到律法书 然后就有人念给王听 那个大概就是 生命纪二十八章的话 就是如果以色列 不听上帝的话 上帝会让灾难临到 约西亚王看到就撕裂衣服 哎呀 我们今天如果去听 生命纪二十八章 或者是历位纪二十六章 神在出埃及的时候 神在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就对以色列的一个警告 也是对我们的警告 就是我们是立约的 听我的话 幸好我把祝福给你们 不听 而且一再的不听 千次百次万次不听 总有一天上帝的振怒就夹在你身上 那么约西亚王听到 他就把衣服撕裂 哎呀那我们完蛋了 今天我自己看生命纪 我不会撕裂衣服 我总觉得上帝还会继续圣灵宽大 不晓得我们蒙了恩的人 国家怎么样我们不敢说 教会如果再多次蒙恩 基督徒多次蒙恩 仍然不守上帝律法 不信靠上帝 那真是完蛋了 约西亚王撕裂衣服 然后说怎么办怎么办 赶快去问问先知 先知回来的话说 上帝会照着律法书上所讲的实现 记得我们曾经看过了吗 耶和王的话一定会应验的 耶和王会应验说 明天这个时候有很多食物供应 即使今天一点都没有 耶和王的话会应验的 但是如果你不信 你也还是会死亡的 你死亡的话 耶和王也会应验的 那么这个约西亚王就问 问说我们都没有听上帝的话 怎么办 女先知说 耶和王说一定会应验 这个怒气会向这个地上发作 不止息的 但是呢 各位弟兄姐妹这是重要的 不管在上帝历史的时候 要怎么带领 要有怎么样多的灾难 要有怎么样多的刑罚 甚至你不能逃避的时候 如果你心里还愿意归向上帝 那都很有福 即使亡国了 即使快要死了 即使在石家旁边 还在讥笑耶稣 但是后来又被感动了 说我错了 即使在最后一秒钟 你能悔改 最起码灵魂还是可以得救的 在《猎王记》下 第22章19节 你听见这个话 说这个地要变成荒草 你要受咒诅的话 你心里便净福 在我面前自卑 撕裂衣服向我哭泣 因此我应拟 我是耶和华 我会使你平平安地 归到列祖的坟里 好 这个耶稣 后来在23章呢 就跟百姓立约 然后真是把偶像都除去了 那么在《猎王记》下 第23章的第24节 那么后来他还行了很多的 守预约节 那么他犹大国 耶路撒冷里面 交诡的 行巫术的 还有家里的神像和偶像 还有一切的可证之物 这个约西亚王 尽都除去了 约西亚王除去了 然后成就了 祭司希勒家 在耶和华殿里 所得律法书上 所写的话 在约西亚王 以前没有王 向他尽心尽心 尽力归向耶和华 遵行摩西一切律法 在他以后也没有人 然而 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 不止息 但是约西亚王 虽然是 这个女先知说 我会让你平平安的归到列祭 他的死不算是非常平安的 在列王记下第23章的28节 29节 约西亚王年间 埃及王法老尼哥 上到柏拉河攻击亚述王 约西亚王去抵挡他 那么埃及王呢 就在米吉多把约西亚王杀掉 这个他杀掉了 这个在历代字下35章 因为有个问题就是 约西亚王不是要平平安归去吗 怎么没有平平安的归回列祭 就是说他死不是一个好死 那么是上帝的话打折扣了 没有 我觉得上帝的话 不是我相信 上帝的话绝对不会打折扣的 只是我们在了解 他应用的时候要小心 就是从他永恒的计划不会改变 但是从西西加人好 约西亚王 我们都看到 西西加必定死 但从我们人那边来看 他可以失去这个应许的 他必定死 那个应许 死的应许可以改变的 就是他哭求 上帝就让他又活了15年 必定死不能活 可是还是可以改变 约西亚王 必定平平安 但是也可以改变 怎么改变呢 就是我们从历代字下 35章我们看 约西亚王在晚年的时候 有对上帝不够敬畏的地方 那就是他守了玉岳节 这都是非常动人的 全以色列人都来守玉岳节 然后大家都都欢喜快乐 然后把这些污秽都去掉 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在那个以后呢 在历代之下 第35章 就是 埃及王尼哥 上来要攻击 靠近柏拉河的 加基米斯 约西亚王出来抵挡他 然后 埃及王就说了 我来不是要攻击你 是要攻击 与我争战之家 就是亚述 而且神吩咐我 这我们不知道 神怎么吩咐埃及王的 但是我们相信 他讲的是真的 因为底下我们看情形 就是这样 神吩咐我 塑形你 不要干预神的事 免得他毁灭你 因为神与我同在 约西亚就不肯改 他不肯转去 离开他 改装要跟他打仗 他做法跟那个 非常坏的哑哈一样 他要改装上阵 那么不听从神剑 尼戈之口所说的话 便来到米吉多平原征战 这米吉多平原是古战场 其实就是哈米吉多镇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 那也是跟亚哈的死法有点像 弓箭手就射中了约西亚王 王对他成不说 我受了重伤 你拉我出去吧 他的成不扶他下了战车 上了刺车 送他到耶路撒冷 他就死了 就葬在那个地方 他埋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 犹大人 耶路撒冷 都为他悲哀 真是一个好王 耶利米呢 也为约西亚王做哀歌 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 追掉约西亚 直到今天 这个变成以色列的一个定律了 那么 各位 所以我们是不是也觉得 哎呀真的 善始不一定善终啊 这个西西亚王实在是善始 但终不大对 就是他骄傲 哎呀我已经衰了这么久 骄傲一次吧 就是那一次就跌倒了 那一次就种下了犹大王国之音 这约西亚王呢 也实在是非常好 我觉得他太难得了 可是我们看历代志 就是不是看猎王记 猎王记没有多写 历代志就看到 他跟埃及王打这场仗 是违反上帝的话 而且是不是 我是这样解释 就是原来他可以平平安寄到 列祖的坟墓里 但是就是因为他要打这场仗 是尼哥提醒他 而且是外邦人都已经知道提醒他 他还是不听 他就死了 那么下面呢 在这个以色列的 或者犹大这些王里面 那就很悲哀了 我们看着真是很悲哀 先是约哈斯来做王 约哈斯是约西亚的儿子 这个在列王记下第23章 约哈斯做王呢 31节讲他做了三个月 做了三个月呢 就被法老尼哥呢 废掉了 这个在列王记下第23章 第三章的第33节 废掉了 废掉了 废掉了以后呢 就立约西亚王的另外一个儿子 约西亚的三个儿子都做过王 约西亚的儿子 以利亚晋做王 这个以利亚晋呢 改名叫约亚晋 这个约亚晋呢 做了上帝不喜悦的事情 上帝也要另外一个人来废掉他 就是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1节 约亚晋年间 都来毁灭 大卫做王 信靠上帝 肆宜来朝 我们并不是要什么肆宜来朝 我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敬畏上帝就对 但是当你背弃上帝的时候 大家都背叛 这个其他人都来攻击 这个约亚晋早就说过的话 第列王记下24章第3节 这祸患临到犹大人 诚然是约亚晋所命的 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去 是因为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 又因他流无辜人的血 充满耶路撒冷 约亚晋 约亚晋绝不赦免 这马拿西 就是西西加所生的儿子 一个好儿子 而一个好王生了一个坏儿子 这是人间真的 这有点意念 这个尼西米记讲的 西西加爸爸不好 而生的儿子非常好 西西加非常好 生的儿子就非常坏 将相本无种 男儿章自强 自强 你也不能依靠 这个奴才或者罪人本无种 男儿自己堕落就没办法了 马拿西是犹大受到 责备的很重要的人物 可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王 所生的 这个约亚晋呢 后来与他列祖同岁 就是约亚晋 他的儿子约亚晋就做王了 约亚晋做王的时候呢 在列王记下第24章第7节 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 因为巴比伦王将 埃及王所管辖的地都夺去了 这个时候 巴比伦成为世界的霸主 约亚晋登基只有三 在做王子做了三个月 那么巴比伦王呢 就来第二次的再来围攻了 在列王记下24章第10节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军队 上到耶路撒冷围困城 然后这个尼布贾尼撒王亲自来 那么约亚晋就出来投降了 那么巴比伦王把他抓住了 那是巴比伦王的第8年 第一次被掳是祖前的605年 那个时候呢 就是但以以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 第二次597年 是以西节也在其中被掳了 第三次就是祖前586年 那一次呢 就是亡国了 那么这一次呢 我们在列王记下第24章13节 看到巴比伦王将耶和华殿 和王里的宝物都拿去了 各位为什么会拿去呢 为什么他们要来侵略 拿到这些金子银子 这些金子银子本来非常好 是神给所罗门的 神给大卫的 这些非常富裕的东西 后来成为他们亡国的根据 神给你的恩典 你不好好用啊 也真是麻烦的 会失去的 那么把所有东西都毁坏了 然后呢 把众人首领大能的勇士 统统都掳去了 然后还有几年的时间 这个巴比伦王呢 就立约亚金的叔叔马探亚 就是另外一个约西亚王的儿子 我们说他三个儿子都做过王 那把马探亚改成西底家 那么他做了王11年 那么这个西底家呢 也不是一个好王 没有敬畏上帝 那么他也是行 他这个约亚金所做的事情 那么 耶和华就 继续在这个城里 发怒 攻击 在《猎王记下》第25章 第一节西底家背叛巴比伦 巴比伦就率全军来攻击 祖累攻击 也攻了两年 到西底家11年才攻进去 这是很悲哀的话 第25章的第三节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各位我们看过大饥荒 神能够救我们脱离大饥荒 神也能够把更多的饥荒 加给我们 百姓没有粮食 城被攻破 一切的兵丁 就在那个王园那边逃走了 王也往亚拉巴逃走 就在耶利哥平原 把他追上了 他全军都四散了 加勒底人把西底家抓住了 带到巴比伦在那里审判他 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把他的儿子统统杀掉 这我很难想象 你看到你的儿子在你眼前被人家杀掉 而且你是王 而且你是王你爱莫能军 而且把西底家眼睛挖出来了 然后用铜链锁着他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 然后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火焚烧 圣殿呢也垮掉了 没有了 在后面我们还在看到一些其他悲哀的事情 就是这些神借着巴比伦王立基大利做神长 但是基大利也不是一个好人 我们后来看耶利米书就可以看到 以什玛利杀掉了基大利 以什玛利也不是好人 那么 不过这些事情呢 就是讲到犹大的亡国 那犹大亡国就没有救了 这国家就过去了 上帝对大卫的应许就失败了 各位没有失败的 亡国了 我们在罗马书就看到 犹大人 以色列人虽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 但最后得救的都是少数是余数 在这些历史历代的战争中 甚至我们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开始 依照亡国 依照耶稣时代 依照今天 到底有多少犹大人会得救 甚至我们要说 有多少外邦人会得救 我们真的不知道 得救的人少吗 得救的人 就是走十字架道路 信靠耶稣的 这是一个窄门 这是一个小路 但是愿我们有信心的走 我们就一定能得救 我们感谢主 犹大虽然亡了 但是我们的主耶稣 他所建立的国度 一直到永远 我们都在这个国度里 愿神赐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稣 和花的山 能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须想到地道 跟我们 我们的心 和我们的心 和你道路 因为是灰陵 不与其爱 耶和华的愿意